大家好,我是童言,我们现在在迪拜 今天呢我们带客人看房子 一个200万就可以上车 可以直接获得10年黄金签证的项目 今天帮他选择的几个项目 基本上都是迪拜的比较大型的开发商 而且都是比较有前景的 因为现在迪拜的话有一个新的规划 因为现在迪拜只有一条半地铁 它在2030年之内要增加到四层的地铁 一旦是有一个新的就是一些规划发生的话 你们也知道地价就会噌噌噌噌上涨 在迪拜买房的话会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不用直接去砸那么多钱 下去你可以通过很好的互管方式 分期互管的方式 可以用时间换空间 可以让你的房子在还没有建好的时候 就开始增值了 你有病 这个就是收房标准了 收房的时候就是这些柜子啊 那家电包括冰箱和我们的就是中央空调 都是带的 都是带的啊 最后我们加拿大的房子 收房是一样的 还有这些橱柜啊 这些都是包括就是洗手间这些都是有的 你看它这边就除了你就是基本上你买一点点什么 就是床啊 床都贵啊 这就能够住了 这个就是我们王子岛的一个项目 王子岛项目的话 现在的现房都已经卖完了 而且我们之前买的房子的客户基本上都翻倍了 因为它这个当时买七房的时候 最早一批第一批的时候 这是一片黄土啥也没有 但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可能看得到的 然后那肯定是会已经是涨了一部分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因为旁边前面就是中立岛 那个就是亚特兰蒂斯 这个位置的话是非常非常核心 旁边就是有很多商业住宅啊 这些这种高级的公司啊都在附近 所以这个房子的生存空间还是很好的 然后自己住也很舒服 那很多小伙伴们就问 那迪拜的租金在王子岛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公寓的话 租金大概是在40万到50万一年的人民币 日租的话是2000人民币一晚 那这个数据的话是在很多平台都能看得到的 不是同一胡说的啊 那我们现在早上看到的就是迪拜王子岛的项目 很多人来到这里的话 都会被这种高级的生活环境给折服 那一分钱一分货嘛 那我们接下来看的那个项目的话 会更具性价比 Let's go 明西港这边是我们现在的社区 然后这个是哈利法塔 所以这个三个点是非常近的 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我们的运动中心 里面会有处理物食啊健身房 先查一下我们现在要买的这套房子 他的那个未来的规划地铁规划 地铁站就在这边 咱们社区在这边 哦那真的就走出门就会有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那个 100万迪拉姆可以买两房的这个开发商这里了 这个房子呢已经起了40% 那现在我们看到是一个准线房状态 然后这边地铁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现在的话一房的价钱才几十万迪拉姆 然后两房的话是127万迪拉姆 我非常的紧密 我们先看一下两房的样板间 它是一个九十多平方八十九十平方的一个样子 然后进门的话这边是一个就是餐厅 然后客厅 层高也是比较高的 层高应该是有到三米 两米五三米的样子 然后进来这边是一个就是我们洗衣房 然后这边是第一个半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套房 这是主卧 我们先看这边 这边人很多 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主卧 那个主卧的话 一般这种两房的话都是看泳池景的 而且它现在买很好 家具家电是全送的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东西都是送的 然后这边是有浴缸吗 那边是淋浴间 我们看一下小房间 其实它淋浴房的制作工艺还是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房子 真的特别特别的刚需 如果是你刚到迪拜的话 不知道是想要不想投资太贵的 这种我觉得一百多元的房子 就两百万人民币 而且可以买到这么大的空间 还是挺好的 这是一个studio 我们先看一下studio是最多人的 这是那种开间 基本上是60 60多万迪拉姆 60多万迪拉姆 乘以120万人民币 130万人民币 130万人民币 可以买到这么多 而且还有一个小阳台 我的妈呀 不信价比 绝了绝了绝了 就是这个房子的话是纯投资 而且它是规划到了地铁线的附近 30年会完工的一个地铁站项目 那这个项目完工以后的话 我们现在如果买了100多万迪拉姆房的话 肯定会涨价 只要地动了 房价就会动 这些小区的一个户型图 它也会有它的一个就是泳池的部分 但随着夕阳 我们今天的看房就结束了 今天一共是三个楼房 你觉得哪一个最好呢 最性价比最高呢 哪一个最适合生活 哪一个更适合你呢 欢迎给我留言哦